大家好 今天是8月29日 星期二 今天的市場繼續彈 也好事 因為很少可過市場 或者氣氛就好一點 但這個上升也是 源自於A谷的表現 A谷在這兩天的時間 也有過萬億的成交 其實算是這樣的 你可以說它出完招後 起碼市場的反應初步 不差 還有一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個人覺得 內地在這段時間 可以說是緊密出招 你看到自從它在上星期 即是星期日的時間 公佈了減印花稅之後 其實它一直出著很多招 基本上這段時間 可以說是密集式的招 我購買的 我覺得應該這樣做 因爲原因是 你印花稅 其實要做這件事 你都要有些配合 即是其他東西要配合 甚至乎我覺得現在 可以再多些都不要緊 因為最主要現在 是真的希望 可以令到那個交投 即是甚至乎那個氣氛 有一個比較大的改善之餘 是令大家覺得 你是可以有一個決心 去扶股市 其實內地股市 因為它真的多一些 散戶投資者 變成一個氣氛 甚至乎一些政策推動 很重要 所以你說現在這一刻 密集式出台的話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 應該這樣做的做法 還有一件事 因爲你減免發稅 這個動作 其實你說是好還是不好 一定是 那個叫救市 或者是刺激一個市況 但是有時候 你怎麼這麼想 就是做這一步 很多公司覺得很多股份 其實因為他們的基本面 或者那些 那些質素 盈利狀況 未必太過理想 所以你要推動的話 其實現在 甚至乎這一陣子的時間 大家最關注的 是你內房的問題 你要扭轉這個氣氛 甚至乎 你要令大家覺得 市場有些希望 你一定要有很多措施去配合 所以現在 這麼多措施做 那是合理的 還有我覺得應該是全方位 如果你說再做多一點的話 可能你放回內需 甚至乎好像 前幾天的時間提及到 你真的如果有一些 可能叫做改革方案 那些重組那些 你問你有沒有市場 一些憧憬 叫做是憧憬不斷有 不斷有這些憧憬 我令大家對於市場 有一個投入的氣氛 當然 你說有沒有泡沫化的情況 不排除有 但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 是應該這樣做 變成了就是說 你會令大家 可能覺得在某程度上 有些希望 其實泡沫這件事 在某程度上 等於你的故事 就是你的憧憬 有沒有存在 那些少許泡沫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少許泡沫的時間 你變成是可以 叫做 到時的愛感都未遲 但現在這一刻 你最重要是先 先形成了一個 希望出來 那你充足多招數的時間 再回到希望 希望氣氛好一點的時候 那很多東西 引擎 引擎 有機會會再重新 簡單來說 就是你有錢的時間 自然 你才會有消費 吃喝玩樂 甚至乎 大家如果 你用回曾幾何時 可能你用回10年 8年前的時間 那你在股票市場的時間 你會賺到錢 你下一步怎樣 有機會就是 拿錢去置業 其實這樣簡單 你會再重新引擎 當然 之前的時間 因為本身經濟狀況 是OK的 那些狀況很理想 的情況之下 你這些流轉 是容易很多 現在這一刻 有一點冰痕 但我覺得 是要薄的 是OK的 那 看看這一輪的情況 可以幫到多少 因為沒有的 大家試想想 就是 資源中突股 你的概念 你的股值便宜 股值便宜 原因是 背後就是 因為很多公司的 企業盈利是一般的 你便要靠這個 觸碰到它 可能剛才提到 一些重組 央企業重組合併 那些東西 你便觸碰到 這個 叫做股值 拉升的 所以 看看 會不會這樣做 我覺得 機會大 但是 也要再 慢慢觀察一下 因為始終 A股 你說 是否升很多呢 這兩天是升得多的 但是 跟 你說真的 那些 叫做 雞圈皆星 那個叫做 那些 泡沫花 相比的話 現在這一刻 都還要做 我覺得 都沒有說 真的沒有來 所以 還有一些 看頭的 特別是 看看 未來這幾天的時間 有沒有多些 措施 消息 那 至於 其他股份的部署 其實 看來今天 都有很多公司出業職 路路續續 都有很多公司出業職 有朋友留言 說 六百八 和中海物業 兩者的股價表現 幾兩極化 中海 我們就不斷向下沉底 但是中海物業的表現是OK的 即是你看到的表現是挺硬的 其實就是這樣說回 中海物業的業職表現是OK的 我當天看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它OK 不過 第一秒覺得OK 第二秒我是零頭的 零頭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可惜 可惜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你說像中海物業的這類股份 你的武器其實是很硬正的 即是像中海外 其實你看到它的業職出來 其實你看到它的 那個 那個債務比率 都算是三成多的人 它的業職 它都好像要倒退 但是 它的幅度又不多 第一 第二就是 你看到它的長展狀況 都還是很理想 其實以往的時間 或者是中海外 它的發展是很 相對來說 是比較緩慢 它不需要急 因為之前的時間 因為當地方面 開始有些擔心樓市碰撲化的時候 可能要叫一些 大家叫一些 大家叫一些朋友 或者叫一些人 可能叫你那個 那個 發展 就是賣樓那裡 叫你不要買得那麼進取處 不要買得那麼快 那麼 當時其實是 中海外這些公司 賣樓的出道是慢了的 所以變成了 對 這種情況 但是如果現在這一刻 它的長展狀況 好的情況之下 某程度上 那些自備的人士 信心都會大一點 大家會開始 因為其實你也可以說 現在即使 你可能有很多的措施政策 你幫助樓市也好 但是你說對碧桂園的 這些幫助大不大呢 因為大家 某程度上 是怕你會有機會破產 那麼如果讓你買樓的時間 你說你的發展商 是恆大 是碧桂園這些 其實我相信大家 未必敢去買 那麼大家可能首選 都可以選一些 比較大的 優質一些 有信心保證的 那些 好像中海外 龍湖這些 那麼 所以 所以就變了 就是這樣 就是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說中海外這些 其實到最後 它一定會頂住 就是你為了一盤數去看 那一定可以的 但是就是那個情況 就是氣氛真的差 氣氛現在這一刻 就真的 都不太理想 那所以就變了 你內房股 目管都好 你氣氛還是不行 你得的時間 那你只不過就是 別人跌的時間 你可能跌少些 那你見到 之前的恆大 之前的桂園 可能我們的股價 一天之間跌 一兩成 那你說 就是中海外 未跌板支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 你說現在 這些辦法 是不是要去買呢 那 我還是不建議 其實是無奈的 就是你問我 中海外的數 甚至乎 中海外的數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真的不差 甚至乎 你說好像 碧果園服務 其實業者 你問我有沒有OK的話 都覺得去的 但只不過 你不會買 因為碧桂園 大家都明白 始終你有碧桂 就是碧桂園 碧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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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之後 你明知道缺錢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 又做些動作 你說會不會真的 又再沾水 甚至乎再變賣 可能是真的 叫做大股東 可能再減持 不知道 所以 是 挺 慘 所以 你說買不買 都是不買 還是先等一會 我都見到還是先等一會 但是 其他股份 就是看業績 今天應該收市後 公佈了 中軟海控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會覺得去排息 我就沒有什麼期望 特別是因為 以往的時間 你見中軟海控 和 東海海外 東風海外都排息 但是 中軟海控 中期是上一次 好像派過一次 還是兩次 之後都沒有派過 尤其是現在的景況 景氣 就好像一般 所以 所以 我又覺得 未必會派過 但是 看一看業績 出來的時間 看看 大家收不收貨 這樣 好吧 大家 如果有業績股 想問問的話 大家可以留言 因為 我程度上 都過了 高峰 留下的股份 還未出業績 未來這兩段時間 都會出賣 所以 大家 如果有興趣 想知道一些股份 都可以問 不過 要給點時間 因為 說真的 現家公司 我不想 類似 隨便幫大家看 如果大家可以問的話 我一定會花些時間 可能 找一些業績 看看它的情況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 有位朋友 黃先生 他只問是535 我也要花些時間 去研究一下 那時候 說真的 要一間公司業績 真的要看 我不是單單看大數 我只想可以 拆回業績 看看情況 所以 需要一些時間 而且 因為有時候 有些自己的時間 可能要做自己的事 可能要陪老婆 然後 吃飯 所以 因為剛剛這段時間 之前都沒有特別 跟朋友吃飯 現在都 積了很多 飯局 跟朋友少吃飯 這樣 所以 大家 給少許耐性 我會研究股份 會的 但真的 可能等 兩三個時間 讓我可以 多些充裕的時間 去 研究公司的業績 這樣 那 今天就沒有特別 跟大家分享 有貨的 都繼續拿著貨 沒有貨的 要買的話 都是小處 算數 這樣 大致上 就這樣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